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難得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是屬於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說的 也沒有什麼開場白 那你們有什麼話的話 就我們就直接問 兒子也來了 有什麼狀態你們問他就好了 好吧 憲哥昨天是不是都沒睡 因為你感覺整個眼睛都是紅的 還好 我平常本來就很少睡 還OK 昨天有跟兒子徹業常談嗎 聊是一定會聊的 可是就是說 這個事情 我是跟他講 就是說 要當個男人 對不對 19歲多 生日過了就20歲了 對不對 你已經不算是 真的算是不小了 自己要去 扛待這件事情 那我 我現在並不想要為他說些什麼 對 該怎麼處理就要怎麼處理 那人生又不是 活到19歲就結束了 這後面的日子還很多 那你應該要學著 怎麼樣去應對這些 對不對 而且我常在我的節目裡面講的一個東西 董事長最大的罪過就是不賺錢嘛 那諧星最大的罪過就是不好笑 那兒子你真的不好笑 那講那個五四三日是在 那麽來講這種幹話 你要夠屌啊 對不對 你很屌的話 你講這種幹話 人家還會覺得說你是個咖 那你講這些五四三日 那你又不是真的 你恐怖甚至嗎 還是什麼東西 那今天這個記者會 就是變成有點烏龍 因為我明知道事實的真相 然後我卻要在這裡接受大家 來詢問 你兒子到底是怎麼樣 你跟他相處過就知道什麼狀態啊 寫那些五四三日 我看到我真的無言啊 以一個父母親的一個角度來講 我也不知道該偉大什麼 然後那對他來講這種陣仗更是為難了 我大概想說 哎呀 乾脆就是我站在這邊給他這個拷問 或者綁起來丟石頭 都可以 因為他怎麼面對呢 啊不來那怎麼辦 不來躲在家裡走來走去嘛 還是要幹嘛 對啊 人來了 我們請他 讓他出來講一下吧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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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發問 我就直接把我預備的東西念出來 不需要 你看人家要跟你講什麼 您有沒有想問 女朋友是生什麼病 當時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這件事情我們就不討論 我直接解釋一次整個事情的經過 避免就是所有更多的誤會造成 那首先我要跟大家對不起道歉 那就是我在昨天的11點到12點的時候 在我Instagram的小帳號 發了一篇限時動態有提到所謂做炸彈啊 炸台北市政府這樣子的言論 那我當時的心態是 純屬好玩 而且那是傳給朋友們之間的 我們彼此之間的笑話 那是我們軍營同袍之間 常常一直講說做炸彈 這樣子現在知道是一個非常極端 而且不適合拿來開玩笑的事情 然後在發了那篇文之後呢 有人截圖然後傳到PTT 然後又有新聞稿出來 我一瞬間才知道 這樣事情是不可以被接受 而且非常的大條 然後不僅讓自己的那個形象破滅 然後讓大家很恐慌 甚至讓人家覺得就是台北不安全 那我都覺得非常的自責 然後第一時間我就趕快去做了筆錄 然後筆錄的內容呢就是 我跟解釋了一番這個就是 開了一個玩笑 當時發那個文 其實並不是生氣才發說 太北市其實不是 反而是因為輕鬆的下來知道 人家身體沒有大礙 所以我才發了一個 只有我跟我朋友之間理解的笑話 那非常抱歉在這邊 造成很多人的誤會 甚至是很多人的恐慌 那我真的得要想要鞠躬跟大家道歉一下 那我真的得要想要鞠躬跟大家道歉一下 我還想要跟就是 總是站在前面幫我擋見的爸爸 還有姐姐 他們會是遇到最多的問題 那因為我張開了一個 非常幼稚而且不好笑的玩笑 讓他們造成很多的困擾 我真的很內疚非常自責 然後明明是剛發片 然後我就把自己這樣搞砸 我整個晚上都睡不著覺 然後非常的對不起大家 還有所有關心我的 不管是粉絲 不管是爸爸的粉絲 姐姐的粉絲 對這件事情有關心的人 我都感到非常的抱歉 這一次是我完全做了一個 非常不好的示範 非常的愚蠢非常的白痴 然後我以後會更加的注意 在社交媒體上 不管是公開帳號 私人帳號 我都會非常謹慎的選擇 我要PO的文章 以及要講的文字 謝謝大家 會不會擔心影響美國的學業 如果美國的學業被影響的話 那我就得要試著好好的解釋 因為我並不是恐怖分子 那我希望世界上是有正義 道理的 那如果我這次做的就是荒謬的行為 要受罰 我也完全會配合前方的那個懲罰 像醫科法金或者是勞動服務 甚至要抓起來 我敢做敢當 做了白痴的事情 我就要承擔 這是我的家教 媽媽昨天有在家裡有請跟你說 對不起我沒聽到 媽媽在家裡也有跟你說一些什麼話嗎 全家的人都非常擔心我做出這麼神經病的事情 而且大家都對我很失望 那我也是第一時間就發現我做的真的是不該犯的錯 然後再一次又再一次的跟大家說真的對不起 然後我不應該犯這樣的錯 我不應該講這樣的天際的言論 就算是開玩笑 就算是認真的 一切都不應該 我現在理解 甚至是到昨天的晚上 警察先生告訴我 我才知道原來就連這樣請一條開玩笑的口吻 是有可能會設法的